學員小姐 那15號的紅禮中 先生請您備 等你麻煩一下謝謝 首先還是真的非常謝謝 就是新官上任 那很感謝說上一次 就非常明確告訴我們說 一定會走還地 不會藉由中間多一條路 然後回憶完畢 這個態度就非常感謝 那不過在開始之前 我想還是回應一下 既然這個局長還有各位官員 都這麼重視所謂的科學化 那請剛剛的簡報第4頁 還有第49頁 連我們臨口接80項都沒標錯 那我就很懷疑 那到底是怎麼樣 做報告的人都沒有親自來走訪 那這個就是一個註證 他連那條路叫什麼名字 大方路96項在哪裡 明後今80項在哪裡都不知道 如何來揮劃我們這個區域 怎麼樣來做區域融合 怎麼樣藉由這樣子 然後能夠讓大家喚起大所謂的 歷史名文集 好 下一頁謝謝 這個請各位官員 這邊就看一下 這個是非常不專業的 用拋棚去套圖套出來的 那依照上一次告訴我們說 這個叫做以無就樹 那很不專業的這樣套圖 就都被我們發現了 有六大處的樹群 就被你們這樣犧牲了 123是在這個所謂的 大方路96項 你看這麼漂亮的樹 保證跟各位保證你 沒有50年49年也有了 好 那差了這麼一兩年 你憑什麼斷他生死 然後就只是說 喔 那我們要用一個S型的 因為我們有做13顆的 這個老樹的保固 其他的樹就不是生命嗎 你再給他幾年 他也是老樹 你看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多少領域在這裡 先不要說這個上面123這邊 大家約會的時候 都會去那邊大半的去走 那個領域大道 這個第四就在這裡 對不起我現在放的 全部都是在Google上 你就可以看到的 那各位觀眾是怎麼樣 你基本的Google 你不來現場就算了 你基本的Google去看上面 你砍掉了多少樹群 你都不願意嗎 請問一下這個叫做以無就樹 那你可以救那13顆的老樹 700多棵的樹 這六大數據你為什麼就不能保留 那這邊還有好多的空地 以前這邊有這麼多的空地 都是他以前的建築線 你為什麼不能善用 這麼厲害的專業的 這樣子的建築規劃的能力 然後好好利用以前的建築線 然後給我們一個很不一樣的視野 又能夠留下原本的歷史人文記憑 那這些都是非常 你看這個5 這個6 這麼多的樹 你不要告訴我 你是用數為多少什麼這樣去換算的 對不起 都是我們平常在那裡是兩個 下一頁謝謝 我很想問 這算不算一次了 好 那請問一下 既然沒有所謂的以無就樹 請問一下S小龍這個蛇形的造型 從何而來 我看不出來 他有融入周遭的地理人文 還是你要告訴我 你是為了跟刺臭山的虎豹詩項來做呼應 所以已經放了一條小龍 好 我沒有聽到任何這樣 你如果這樣講我也就閉嘴了 鏟除多處竖型的設計 根本就不是以無就樹 而且這樣的S型 你的建造成本還有營建難度 都是非常的高 更何況以後搬進去的人 連家具都要用定做 因為都是原型的 下一頁謝謝 好 那這個是剛剛前面講的 我一再 我們自救會的居民一再的表示 這裡 好 你說不是活動斷層 要是活動斷層 那個規格要更恐怖 這裡是地質敏感破碎膽 他非常的破碎 下一頁謝謝 下一頁 那我們拒絕 拒絕讓我們這一塊地方 就只是為了要兌現你們的 政策 然後讓我們這一塊的居民 還有以後 住在這裡的子孫 成為你們對線上的新身體 還有我最後補充一點 那個22公尺 加8公尺 我們一口接80巷 這個是上一次 在好市府團隊那個時候 就已經明文明確的保留下來的 他不應該被以任何的名義 說是臨時停車場 來做任何其他的規劃 謝謝